接下来我们来看 关心中国大陆的经济 中国制造 曾经在2001年到2008年 进入海啸之前 创造了中国崛起的奇迹 刚才我们也看到了 日本通过新安保法 就是恶阻中国 正式成为亚洲的强国 也成为全世界第二大的 GDP的国家 第二大的经济体 但是整个中国现在 所谓中国制造 中国的荣静 正在大幅的趋缓 许多人本来认为 中国今年第二季的经济成长率 保气是有困难的 而最近公布 最终是保住了7% 而过去一个礼拜 中国的股灾 虽然最终被稳住了 但信心仍然是起起伏伏 相当多的人认为 这一波的股灾 让很多人损失了大批的财产 很可能最终会造成了 中国内需进一步的不足 很多公司筹资的 下一步的困难 那么更重要的是一个长期的发展 大摩就认为 未来中国制造这个字眼 很可能是所有的人需要关注的 在7月15号之前 全球的各大同行和机构 对大陆第二季的经济增长预测 没有一家是到7%的 但当大陆官方公布数字 全跌破眼镜 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 296868亿元 按可比价格计算 同比增长7% 分季豆看 一季豆同比增长7% 二季豆增长7% 数字一功夫 一些分析师老早就写好 准备抢快发表的报告 全网垃圾桶 7%的增长 除了是官方年初设定的目标 更是一条维持信心的政治红线 却背离了市场的主流预测 也因此再次引来 许多对真实增长数字的质疑 大陆网友更调侃着说 统计局的同志们 辛苦了 国民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主要指标逐步回南 呈现缓中趋稳 稳中友好的发展态势 经济趋稳向好 是这场记者会的基调 官方更直言 下半年好于上半年 是一个大概率时间 并提出一系列的佐证数据 对外出口在6月份年增2.1% 为4个月来首次由负转正 涉及投资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近3个月来逐步回暖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滑趋势 也得到二级 消费方面同样在5月和6月增长提速 除了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 指标回暖 大陆今年上半年 已完成年度新增就业目标的71.8% 总体就业形势稳定 然而许多外资的报告 和一些经济学家 能持续看空大陆经济 原因就在于近期的股灾 大陆官方与市场 对着干的救世手段 以及暴露出的金融风险 过去几年 大陆地方政府拉抬经济增长 大规模发行政府一般性投资 还成立各类型城投公司 借钱开发土地 卖银建造贷款 一时间 各地新区大兴土木 工程吊塔零利 最后投机资金涌入 炒高了房价 然而2010年开始的 限购打房政策 房地产一系崩盘 导致各地新区变回城 以卖地还钱筹措财源的地方政府 不但被利息压得喘不过气来 更无力再进行融资 导致于官方主导的投资锐减 大陆财政部统计 当前地方债高达16兆人民币 虽然只占GDP比重不到60% 但这可没加上官方城投公司的借贷债务 因此大陆官方松房的房地产调控 也启动了以新债还旧债的中国版QE 以解决地方债危机 此外营造股票市场的牛市 尽管曾加快企业IPO上市 让一些创新型公司得到融资 而有债务危机的上市公司 也在这一轮牛市里出头持股套现 解决了企业的债务资金压力 只是这看似一切都在官方拟定的套路中 却在股市连叠三周后彻底崩盘 彭博社的一项数据显示 6月份大陆的举债规模年增12% 为偿还债务达到GDP的207% 闯历史新高 而这数字在金融海啸前仅125% 让一些分析师不解的 是大陆进行了一场原本预期是去杠杆 却又在加杠杆的游戏 而从这次应对股灾的措施来看 大陆还是回到一贯的做法 筹筑于信贷和流动性 尽管如此大摩的新兴市场主管下马说 大陆官方还是会降低债务水平 这势必让经济增速继续放快 而去年全球经济38%的增长来自大陆 下马大胆欲言 如果大陆增速再降两个百分点 便足以把世界经济脱入衰退深渊 陆股连跌三周同时 国际铁矿石价格也跌了百分之二十 全球衰退 中国制造 从近来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暴跌可以印证 然而 崇尚自由主义经济的西方媒体 对大陆官方的救世行动相当不以为然 全球最大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的西优 也比大陆政府更批评大陆政府这场救世行动 是在自毁生命 影响了外资对中国的投资信心 也难免引发对后来公布GDP数字的指 但英国金融时报的分析也认为 别对路股崩盘幸灾乐祸 跌掉二十多兆人民币的市值 那可是真金白银的财富 肯定商级实体经济